莫莉公主是哪个国家的?莫莉公主来自苏丹 莫莉公主一千零夜故事阿拉丁神灯中的主人公 莫莉公主是苏丹王的女儿 她是一个聪明、有主见、勇敢的、美丽的公主 她万分不愿意依照法律的规定 在即将到来的生日前结婚 她需要和一个和她一样聪明、勇敢的人结婚 在拒绝了一个又一个求婚者以后 她遇到了街头流浪汉阿拉丁 并深深的喜欢上了她 有趣的是阿拉丁为了追求莫莉公主 假扮成了一个王子 直到她终于展现本色 莫莉公主也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个人